全民第96次文字會會議記錄 報告案案1 歷史建築台大醫院舟管西執郭如市 含其一房級煙囪解體工程計畫報告案 結論 請依委員意見收證補充報告書後 等案同意被查 審議案1 歷史建築商家療養所所長宿舍 一種土地之一號級面積變更審查案 結論 南京委員舟管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 便跟松山療養所所長宿舍 並走土地之一號級面積 案2 面天平食屋群及周邊地區 自然人文警官考古 審要求研究這考古發掘計畫審查案 結論 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 審查通過 發掘結束後 請依考古地址 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 第九條規定辦理 案3 變行國民巢學興建工程 設計文化資產保證法 第34條規定審查案 結論 請依委員意見收證後 合案審查通過 案4 執策市定古基前南蔡園區市宿舍 古基南側第一棟收復再利用計畫審查案 結論 並請臺灣銀行將全區南北側 5基保證同價和辦理期程 提前 避免5基爽快加劇 4 請文化局令案恆高 臺灣銀行前開結論二三支辦理限期 案5 直辭市定古基貴稅揭和 新建工程設計文化資產保證法 第34條規定審查案 結論 一有關衛生接側 接物應以原立面連續性接面的方式保證 並零下錄測以保留其了空間星座方式處理 請依委員意見收證後 本案審查通過 二有關補基監測器材的設置 補基外層及周邊的保證文庫 修善及相關費用 應用開發單位負責 且為了開發過程中 若發生補基手段的情形 修善工程及相關費用益 應有開發單位負責 三後續事項並請本市 不日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 審議委員會協助也罰 以下宣布 對於上次會議結論 各位有沒有修正的意見 沒有辦法我們就回答 判議案由聚落寶藏田 擴大聚落基盤單位審查案 聚落寶藏延位於本市公館地區 丁州路3段230上 臨西電溪靠小觀音山路 施定古蹟寶藏延位於本聚落範圍內 該區民國60年初發展為非正式的住宅聚落 為光復後典型應住宅需求所自然發展出 由退役榮民等組成的違建聚落 本局在100年5月27日公告登入寶藏延聚落 為本市的聚落 聚落的區域範圍是 臺北市中正區福樂端2小段 690 694 695 自1695 121號等4筆 登入的理由是公館小觀音山下 寶藏延聚落為 戰後臺灣城市裡非正式營造過程所形成的聚落 是隆寧城鄉移民與都市原住民等社會弱勢者 在都市邊緣山坡地上自立單位代表 有歷史的特色 那法允藏聚群委員參看 那房地的全屬中正區福樂端2小段690 1號 土地所有權能為台北市 房地管理人為台北市文化局 那同小段694 695 自1695 122號 土地的所有權能為中華民國 那管理單位為市政府的公園處 那寶藏園聚落空間 目前由本局辦理寶藏家園 由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辦理國際藝術村及台北影視 飲食院學校等相關在地要使用 那我機會在今年4月20號 提報寶藏園聚落入口的營房 聚落提報表製本局 那這一棟建築物會以寶藏園聚落的入口處 那該提報表表是 1950年代台北被定位為臨時性戰備首都 主要建設與資源集中與軍事用途 那公館地區小觀應山水源地 因臨近中東府的地緣特色 所以發展為首都南方軍事要塞 現在的自來水源區公館停車場及佛羅橋下方大片的附地 就是臺灣北部防守區司令部的駐地 那現在的萬聖溪北岸保障員聚落內 球場一帶為首位中東府憲兵禁衛營的訓練營區 除了保障員入口處營房外 其餘的軍方防設皆在1994年前就一不拆除 那基金會並鼓張入口營房與保障員發展 有相同的時空背景 且是附近唯一沒有被拆除的軍事建築 集聚保存的價值應該納入居落的範圍 那本案保障員居落入口營房建物的基本資料如下 那它的地址是丁中部3段230向底沒有門牌 那沒有建物登記 那建物坐落在中正區符合端2小段691地號的土地上 創建年代大約是1950年代 那現況是閒置 土地所有權人是台北市 那管理機關是台北市政府公務局興建工程處 那本局稅移植全球主流聚落保障員的 擴大聚落區域文資審查專業小組 在今年6月9號邀集委員會的委員 李奇楠老師 米富國蔡元良 詹謙權跟郭琼瑩老師 那提報人等相關單位 召開了這個案子的專案小組會堪 那結論為以下 本案經提案單位表示 建物過去因為國防部202指揮部使用 請文化局釐清建物授權 那第二點是 本案經憲刊委員綜合討論後 認為本市居肉保障員入口處二層樓銀房 據文化制裁保存價值 經納入保障員居肉範圍 代理清建物授權後再辦理後續 那專案小組的意見在要如下 會以保存更完整的範圍 會將六九一地號化入 未來有利於地上物資 再利用與環境的保存 那建物的兩層樓 會居小關英與符合橋之間 屋頂有自臉 自臉設計用程 具防守效果有軍事建築特色 那第三點是過去官兵駐守此地 在控制台北市區東南角之 進入門戶有城市發展過程的重要性 那建物的保存良好 僅表面本霜剝落 門霜醫師簡單整修 應可以回復原貌 那有關本安的建築物的全屬 然後我們在六月十五號 含請國防部軍備局工程銀產中心 查詢是否為該單位全屬的建物 該銀產中心北部地區的工程銀產柱 在七月十二號回復本局 該建物非屬性放手管有 那文化資產禮物報告降入附件 這個就是我們這一次擴大聚落的 那個入口銀房的範圍 那這個它上面登記三層樓 現況應該是二層樓 這個虛線的範圍是整個保障原聚落的範圍 那剛剛的入口銀房的位置在這邊 這一塊是六九移地號 那這個是二三零像 所以是從這邊進入了寶象岩的聚落 那這個是從巷口往這個入口銀房看過去 然後旁邊就是伏鵝橋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那個外面可以看到 它有那個軍事字碟的一個設計 這是從寶藏岩聚落的位置往另外一側排過去 房子在這邊 那這個是它現在的那個牆面 裡面有一些是比較是軍事設施的一些圖案在上面 這應該是打扮的那邊 然後這是它的側邊 側牆 這是一樓的部分 然後可以很清楚看到是士官兵的一個浴室 所以非常清楚這是軍方的一個建築 那底下的照片就請委員參看 這是頂樓的地方 那文化基材評估報告 然後如下 那就如同剛剛所說的 它基本資料就請委員參看 那100年5月27號公告登入寶藥 由居留委本市的居落 那價值分析的部分 那這邊就請委員參看 那為了管理維護的財務規劃 一 文字法第八條 規定由居留學者的管理機關 便利預算辦理保存 修復機關於維護 那登入範圍的影響評估 建築物位於寶藍營聚落的入口道路 進入目前是顯示 庫道登入範圍不問影響 中邊區域的原有使用 那我們這邊有一些歷史的圖詞 可以著正她的創建年代 在69年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看到 移房已經出現了 就入口處的地方 那後面其實都可以看到 她其實沒有改建的狀況 那禮拜的部分 您請同意變更本市居留保障園區的範圍 並依據文字法第111條 規定變更文化資材類別的名稱為 聚落建築圈 即種類修正為其他制衣造物 那公告事項是名稱 聚落建築圈保障園 總類其他制衣造物 那聚落建築圈區域範圍 即化訂的面積 原100年5月27日公告區域範圍花庭為 台北市中正區符合段2小段 690-694-695-1-695-2 地號等4比土地 土地面積為21285.63平方公尺 變更為台北市中正區符合段2小段 690-694-695-1-695-2 並增加691-1號等5比土地 那土地面積為21720.63平方公尺 新增聚落建築圈建築圈 建築圈為台北市符合段2小段 691-1號土地上無門牌 以建築登記的二層建築 那變更的理由跟法例依據 變更的理由是 本建築圍保障園居肉入口 位處台北本地南側 殘住山與小段一山之間進入盆地的愛口 原為軍方駐守河邊防禦的營房 屋頂有置別設計 是軍事建築特設及城市發展過程的重要性 而建築於保障園區域後的發展 有相同的時空背景 因納入聚落區域範圍 那法令依據請回裡面猜猜看 以上 那禮拜第二部分就是審議通過後 那就是依決議辦理公聽會後 再續提跟委員會審議一下 這個選舉的所有權是誰 所有權 所有權 這個才兩位是所有權 有沒有 有一個 剛剛有這一項 就是總類 是市立造物 市場是一共都是自己的 這是軍方件 跟保證其他方是公用他自己的 權力臭丟不一樣 所以這個會不會是 這個如果是軍方件 其他還沒有補貨的 委員有沒有指教 這個可以回到地基圖 地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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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選擇 那個就是如果我們這一次是把銀房的部分給放進去的話 就是這一塊 那之前我就看水源地這一邊的時候 在水場的時候 上面這邊因為是山 所以從這一邊上面往下看 新建西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這一邊其實跟這個銀房其實同一個時期 在上面其實是有像遼望台啊 或者說堡壘之類的軍事設施 那它的範圍可能在這條線的 可能在外面或者是在就是在這個邊邊的地方 那如果銀房放進來的話 其實銀房也一定是為了就是上面的使用 所以上面的部分是不是應該要一起評估考慮 以上 謝謝 好 現在我也最後說明了 你可以請阿吳當公廳會的時候一起說明嗎 好 現在我有一個 請阿吳當公廳會的時候 請阿吳當公廳會的時候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剛才那個 是離朝五整理 修正的 第二個就是西北側上方的西北側上方的 西北側上方的兩邊去大陸的地址 那不是只有西北側的地方 右邊 東北邊 因為這一塊其實也有 因為兩個都是高點 那這一個我是覺得其實它 它因為是整個聚落跟水原地之間 這邊其實是交通藥包 那這邊設置這個軍事人 設在這個入口處 我覺得非常合理 那因為兩個是其實目的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這邊還沒有建築 那我建議如果要納入這邊的話 這邊的市高點也順便便調整 這個全部都查清楚 它的戰盒要變成這樣 那個查清楚 在那個共聽會的時候一起說明 會再進一次大會 再進一次大會 對 它這個通告的戰盒都會變成 對 都會過大 是 好 其他委員他們可以 如果沒有我們就照剛才參謀委員的部分 可以嗎 好 可以嗎 第三個 等一到二 愛有台灣大學 陸名堂文化基產教旨審查案 我們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要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是 這兩位都是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陸名堂文化 為國立台灣大學生辦本市 大運區學部段 市場代3531號 採取職照 建築師工會 建築職照職照 職生會辦本局 協助省事實施 否設計 文化資產或列測管理建物 有關入民堂為臺灣大學校內建築 該建物前為1960年代 僑務委員會為經理和另外僑生業務所新建制 僑生活動中心於1968年落成啟用 在1996年臺灣大學收回時用 考量入民堂之歷史被及且完成建物完成年代 將近50年 會求審慎本局遂議職權發購入民堂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本局於106年8月21日 邀請文化資產和省委員會的五位委員 由李前郎老師擔任趙齊人 辦理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會刊 經委員初入任定入民堂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有關會刊介入請委員參與和附居第三到第四頁 附民堂專案小組會開委員意見栽要如下 一、附民堂由為僑光堂 作為僑生活動中心使用 在僑務工作上有歷史意義 二、建築使用大碼、獨鋼架、 外觀有灌注突出的角錐形裝飾 以及中國式欄杆與裝飾 呈現1960年代中華服飾政策下設計特色 三、建物本身狀況不佳 並有作為餐飲食用經營、整修或實質原貌 四、建議未來台大紫月聯合中心規劃時 將曉光堂的即時價值或建物元素 納入設計以上傳現 四、建議未來新規劃能透過公共藝術或特殊手法 將露民堂部分一共 由而藏或染杆保存 作為印象式的保存 本攤文化資材價值地點 包括前陣營 我們看看文件二 這是機器所在位子 學府段思想段廠 台灣大學公館校區內 我們下次會看照片 這是露民堂的外觀 露民堂是二層樓的建物 這是樓梯的入口處 這是樓梯上去內部的狀況 他後續台大收盆之後 是作為戲劇相關的社團 以及市所學生的活動使用 這是內部的空間 一樓目前已經改建為餐廳以及便利商店 一樓的狀況 武漢文化資產屏幕報告 基本位子在台灣大學公館校區小園內 學府段思想段3530號 創建年代為西元1968年 建物及土地所有成員為中華民國 建物管理人為國立台灣大學 使用會趨勢大學用力 在現況概述為1996年台灣大學收回後 入圍學生社團活動的空間 有關台灣大學的幫助醫院 目前正申請採除執照中 價值分析的部分 在今年以8月2日 沈漢委員的意見 佔要如下請委員參看 有關文化資產價值分析 一樓建物影保存狀況不佳 並且一樓以作為餐飲使用 整修飲食人貌 補助文化資產保持價值 一樓不可一 本來你請同一單區 台灣大學陸名堂建委 屬於文化資產保存降息 並指定其一樓的路歷史建築 二 未來的新建工程式 建議台灣大學能過設計手法 保留陸名堂部分構建 或將建物文書 那無設計以下 以上報告 今天有歷史單位 台灣大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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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請 聖英偉表示意見 有沒有委員要針對我們今天的內容做一些修正 我可以建議說 未來要做一些保存 所以我可不可以去瞭解一下 當初是哪一位建築是正義的 看起來那個風格 在台北市的那個年代好像很多類似的 可以做一點文實的考證 好 那如果 好 沒有 好 沒有的話我們是不是就如你辦意見 來作者建議 好 謝謝 誠意案3 案由直轄設計統計從山水道西方 原山水色審搶修計畫審查案 按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7條 古蹟歷史建築經驗建築及居落建築及重大災害應變出行辦 看離情形 草山水道系統民化93年4月28日公告局 古蹟歷史範圍完整而且大一份活用之水道系統 古蹟本體包含了原山蓄水池設施群及草山水道系統輸水管 那古蹟公告祥復健 1 106年8月14日晚間本局接獲了管理單位自來水出通知 古蹟草山水道系統範圍內的雲山水神社遭到塗鴉破壞 包含了主電的四隻柱子遭到塗鴉破壞 以及兩側的石破犬右側遺失 左側掉入到地上 本局蹟啟動了應變機制會攤 於隔次日的8月15日上午邀集了蔡委員原良 當委員通證支線會攤提供了必要的修復諮詢 並且依照文資法第27條要求管理單位自來水出於30日內提告搶修計劃 那搶修計劃搶餐委員的桌上 那自來水出的於106年8月30日寒受搶修計劃於本局 本局續於9月6日邀請了會居委員 三天全委員及蔡元陽委員薛琴委員 召開了搶修計劃的諮詢會議 會議結論是請自然選出參所委員意見修正 搶修計劃內容 並將修正後的計劃送交文資委會審議 那資料如附件 那這是相關的照片 這是那個還沒有被破壞是完整的水神社的一個警官 那這個是在當日被破壞的情形 那自來水出呢 這個考量神社主店遭破壞內容會影響測量風俗 於是在經過警察局調查收集匯證之後 在不準及既有的整體結構環境下 已經先行將塗鴉的部分 參照原有的漆社進行而復原 保存既有的風貌維持現況 待會兒如果水出會再做一個詳細的報告 那你辦的話是本案就是提醒委員會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那我們先請那個水出進行報告 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早安 接下來由台北最安史事業處來報告 水山水人社的搶修計畫 那簡報大家不怎麼又不像 一 鹽油 二 現況發生的時候 我們即時的處置的情形 三 對於之前潮山水道系統 我們拍水神社 水神社我們簡單的介紹 第四個部分就是我們搶修計畫 我們結尾建議 那這個事件發生在八一十號下午四點 那王先生在那邊理由說 發現了我們的水神社被破壞了 破壞了有這個狀況 第一個狀況是神社的主電 他的水神社部分遭塗鴉了 那塗鴉內容是在右下角的部分 塗鴉內容非常的聳動 那也會有仇恨性 破壞狀況二是右側的 在左邊的部分是沿染的樣子 那現在右邊的部分 是我們這次的 右側施破嶼尊來的部分 攻的部分已經不見了 那施破嶼的高度是59公分 寬度15公分 那破壞狀況三是我們左側 就是一個孔的部分 那左邊的圖可以看到 就是她的胚皮在她懷裡 那這次呢 左側施破嶼是被掉落在地面上 稍微有損傷 現況的發生以後 我們即時的組織 第一個呢 我們要報告的是 在8月14號的時候 我們4點接到消息後 4點0室溫我們就報告的 通知了5點派出所 5點派出所所所長警員警在 4點半就到現場所這裡 然後也調閱了我們監視的畫面 8點半 6點半的時候呢 我們跟葛林派出所討論 因為這個字也非常熟動 而且是答應也舉辦在一起 所以呢 我們就先行進行所謂圖鴦夫的復言 那在8點前8分的時候 我們這樣這些事件 就上乘到這個市府來 那8月15號的時候 隔天呢就是文化局在媒體記者 在原山水社招待記者會 並要求本處與會堪 在一格內子中的請求計畫 在下族的這個中間跟右邊的部分 就是這個媒體記者所採訪的內容 第三個部分呢在818號的時候 這個武林派出所已經抓到的那個 張憲的嫌疑犯 那他承認呢 住址是他所為 但是事件事件的部分 並不是他的 並不是他造成的 第二個部分我們要發生了以後 我們加強監管的措施 那古蹟周邊呢平日補回就有刑檢 事件發生了以後 我們每天上午跟下午呢 我們都派一個去地體檢查 檢視這個周邊的安全 第二個呢照天檢視公告 我們要提醒民眾要徵行文化資產 如果破壞行為 將出發文化資產保鏈相關規定 那以下呢下面的部分 就是我們光貼公告內容 第三個部分呢加強車輛的管制 我們可以看到下面的圖 第三號是民眾是一個進入 對民眾會出氣 就算在假日的時候 沿山水神社是在威威於我們本處 陽明昏處的後山 它是一個開放空間 就算假日 它也可以從民眾要進出都非常的容易 因此呢 我們除了要加強車輛管制以外 還派人加強那個監控的錄影 這個監視的畫面是有專人來自 連日監控 第三個部分 我們要先簡單的介紹一下 潮山水道系統跟水神社 這個系統呢是在2004年4月18日 市政府來公告成為私立古基 那古基裡面也包括了 沿山的築水池的設施情 那使用座的部分呢 跟非使用座的部分在表列非常的清楚 那我們沿山的築水池的設施情 包括了這些瓜葡的部分 那沿山水神社是由石碑 手洗石製的水槽 石燈籠 石濕跟涼體 下面的圖就是這些的設施的內容 那潮山水道系統是在1922年4月18日 這次動工 它歷經適應的興建 宿費水管線長度呢是19600公尺 它是從這個子子湖平水 然後建立出水系統到這個地方 做了一個出水池 這工程非常的艱鉅 那一些工程人員的不信泥奈 因此水道客的員工呢 在1938年的時候 他們出資來建立這個水神社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祭祀水神 然後浮衛性子工程人員的防禦 那右上谷就可以看到水神社有上中下三層 那也有了神社是木造的日本神社的民主 但是因為戰後有夠敗敗了 因此在1990年以後 本處的員工兼織絲作水泥柱來整理修復 第四個部分要報告的檢求記 那神社主殿的柱子招圖藥的部分 剛剛已經報告過了 原來的水神社的員帽是在佐渡的部分 中間是在8月14號招圖藥的部分 那右邊是木槿的狀況 那因為這個柱子是以水醫師做的 那當地已經留期婚姻了 建議我們不再重做 第二個部分是右側的招圖藥醫師的處理 那要仿照 我們去仿照 一支消耗十萬元 但因為材質 重量 神態 還有新舊等異元貌有所不同 建議我們再去尋找 那如果妙行的部分 我們現意就是設置紀念牌來解說這樣的事情 第三個部分就是左側招圖藥稍微的塑水 那因為緊燒水塑水 而且這是一個鼓姬也連帶久遠的 要揮霧原毛實在是不容易 而古上的材料也很容易變色 所以我們也遵照我的建議就是不再修復 第三個部分就是我們 第四個部分就是我們增設六指的監控設備 強化監控效果 在總下土的相片部分 就是我們目前擁有的這個天空系統 接著我們要把上面的部分 要兼做六個在山上 還有在這個水塵設備附近 還有在下來的出入口的地方 我們總要做六個監控設備 強化監控效果 第五 捷衍建議 保護文化之廠是全民有責 不應以個人的想法 保護安補金 本處將潛力配合的情況來偵辦 第二個部分 您請主義以本柱所提搶修計畫來辦理 謝謝委員 瓜董寧 瓜董寧 今天也沒有 除了水塵之外也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囉 只要怎麼會 Dogwood 也不知道 我是這個統一他們的那個方式 可是我在想整個草山水泡系統 從陽明山的陽明公園裡面就有 然後一直到山下 有沒有可能做一個比較完整的解說設施 然後把它的那個原油整個有個系統的圖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系統 而不是只是一個點 那這樣的話我想 至少在環境教育上 對於當初那些水的飲水等等 會有比較完整的一個 我的意思是對於民眾的教育 以上 謝謝 好 謝謝 對 其他委員會比較好 我的一個就是 就是有點像是臨時提案 就是不是針對朝山最高的水神社的事情 而是這個山頭就是 這個山頭應該叫建台山 這個建台山除了原山水神社的事情之外 其實它的旁邊還有一些 台灣神社的那個石獅子 那最近大概因為政治上面的關係 未來帶有可能就是那個台灣神社的那個石獅子 有可能會遭到這樣子的一個破壞 那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從文化集這一邊 先發動一個就是保護活動 因為它一對是位在中山北路的路邊 然後一對是位在山飯店的前面 那很難講 會不會還會不會有類似就是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但如果在發生局面的時候 我們只是適合他們的意思 跟主席報告 那上次其實中局長已經有請文獻會一直看 看完以後 也做線看完畢以後 也做那個 那個 重要服務的那個登錄 那我們樂意就是對於這個 文化的再把它介紹 更充分的表現說這一套水套系統 它的原來的精神 還有先人所做的努力 我覺得就是很好的建議 我們樂意來辦理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如果有的話 水素提的這個部分就知道 國務員的政府還可以進行 是 好 謝謝我們下一個 答案是 案由中正區歷史建築 代言歸畢所 代運歸畢所 小桌接9號等3度 具備補給審議是文化資產價值 誰答案 好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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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是一日文化資產老存法 歷史七條武器指定 及被指審查辦的訪辦理 好 辦理情形 本來建錄於96年3月27日公告登錄為歷史建築 96年4月27日公告修正 國立臺灣大學知識書者曹州街總共登錄 有相關公告請強附建 2 本居於106年6月30日邀集 李清章委員 張天堅委員 召開國立臺灣大學管有校外中正區 古基歷史建築 管理維護皇室茶和會堪 會堪基礎市場附建 2 依據會堪結論3 歷史建築 代言歸畢所 代言歸畢所 曹州街9號等3處 具備5基國化物體價值潛令 顧序油文化資產 依據相關規定辦理審查程序 本案本組局最依權責 順序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條 本序進入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5月流程 在106年8月29日 邀請邀恩 召集人張坤正老師 李復國老師 薛晴老師 劉淑英老師及憲二老師 召開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專案小組會堪 委員則肯定 國立臺灣大學知識書社 代言會預所 代言會預所及曹州街9號 去普及保存價值 會議紀錄場 附件3 次有關專案小組委員的意見摘要如下 國立臺灣大學日式書社代言歸預所規範 一、法學教授代言歸先生為 擔心檔案保存於編段且貢獻兩桌 本書設為當年歷史的記憶場域 二、書房中之書櫃曾放其重要整理副作 淡新檔案 一、書櫃上貼紙及其編碼可資偽證 為1950年代淡新檔案研究史要所用 其歷史價值可提升為補給 有關國立臺灣大學日式書社代言歸預所部分 一、經調查研究後發現 曹州街7號及9號及規模及平面形式 在臺灣日式書社為福利 為本市南格之巨大日式書社 屬臺灣少建築入母屋頂及高等機關設 室內格局保存完整 具補及價值潛力 二、保存原有構建多其規模及建築室內 建築空間構成以及西部設計都很精彩 有關國立臺灣大學日式書的曹州街9號部分 一、環境區域良好原有構建及材料工法 及建築室保存價值 二、建築具水準儘管鮮礦文化生物值得提升其位階 以確保其保存狀態及環境 二、經驗部科學基本安相關補充資料 四、本案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經常 五、本案一、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紙審查辦及輔助辦法 第七條規定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之廢紙 那,這是本案國立臺灣大學日式書社 代言徽運所的地極地形圖 其中間紅色彷彷彿的部分 那,這是待遇鬼運所的地極地形圖 那,這是曹州街9號的地極地形圖 那,底下是三數的現況的照片 請委員參看 這是代言徽運所的建物外觀 以及建物的內部 那,其中間看到的那個書櫃 就是現況保存兩盒書櫃 那,再來是代言徽運所的建物外觀 以及建物的內部 那,再來是曹州街9號的建物的外觀 以及建物的內部照片 請委員參看 福安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那,基本資料 因為,基本資料 地址是中正區南昌路二段一上二號 那,中路的第一號為中正區南海段二小段十八一號 建物為南海段二小段二三三間號 創建年代為日治時期 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 管理這位 台灣大學 主席使用文具委第三種項列書 那,如果委員會公告還會再唸一字 我們這邊基本資料 我們就再寵出 使用的現況 目前這三處都是處於閒置中 那,管理人的保存醫院是 他在有表示 目前管有的儒化資產數量重多 那,現有的經費跟人力 都難以進行保存 跟管理維護 那,再來是價值分析的部分 有提請委員參看 文化資產 再來是未來管理維護財務的規劃 文化資產 應由所有權人管理人使用人管理維護 因此,未來管理維護財務規劃 建議請土地所有權人建立使用單位 進行規劃書明 那,指定範圍的影響評估 以上三處目前居由國立台灣大學管理維護 使用現況為無人使用的限制狀態 那,指定後對現況又再無影響 那,你版 法案,你請同意指定中正區 國立台灣大學日式宿舍代言輝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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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 Australia 總位為縝順 國立傳言輝預所 國立台灣大學日式宿舍代言輝預所 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代言會為台灣近代著名法學教授 曾任司法院院長司法院大法官 有代言會主持整理工作及命運制 代行檔案為唯一現存至清代台灣圖縣檔案 該檔案為研究清代台灣行政、司法、社會的第一手實料 及具學術價值 二、建築內共和局局特色、書房內的書櫃仍為原物 由書櫃上的編碼可自證明為代言會整理 單身檔案時所用 而建物為紀念代言會寶圖編斷單身檔案的歷史記憶場域 符合普及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二條第一項 第13法定定計程 再來是國立台灣大學日式宿舍代運委員所 種類宅地 位置是中正區草州街7號 古蹟的定所範圍及地號土地 古蹟本體為代言為運所 建築本體及庭院 建築為中正區南海段一小段410建號 建築物座落土地為中正區南海段一小段289地號土地 要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 以本建物資日據時其為教育廳長等級居住之高等官設 將後為代言會寓所為南鄉中央走道型建築 室內格局保留完整且能保存雲有構建 建築規模及平面形式在台灣日式宿舍裡 較為涵界具建築建築史之價值 而代言會為當年台北帝國大學感激為台灣大學之中央推手 前任台大首任教育長及代理校長 為台灣物理建築教育及先驅研究者 等建物具歷史人文及保證價值 三、符合股基指定及廢紙審查辦法第二條第一 向第1、2、3款評定基準 再來是福利台灣大學日式宿舍潮州街9號 定著的位置為中正區潮州街9號 換股基本體為潮州街9號建築本體及庭院 建築為中正區南海段一小段636間號 建築宿土地為中正區南海段一小段290第一號土地 指定理由及其法律依據 一、本建物日居時期屬高等官設住宅為南上中央總道型建築 室內格局保留完整建築規模及平面形式 在台灣日式宿舍裡較為罕見 逐渐證建築實質價值 二、屋頂的防水材料工法為土居氣螢幕片堆鐵方式 此工法已逐渐於台灣官設建築中淘汰 潮州基準號人可見此傳統工法在台灣建築技術史上去保存價值 三、符合普及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一二三項定基準 本案裡請同意續辦歷史建築 福利台灣日式宿舍代言會預索代運會預索及潮州基9號三組織廢止公告相關事宜 本案提醒本委員會審議決議辦後續 好 謝謝 可以了嗎 有沒有其他的補充 有沒有太大 比較補充 今天為了廢州基的委員會審議 今天為了廢州基的房間裏 要加上一個建築本體庭院及圍牆 謝謝 就是廢州基的房間裏設計 建築本體庭院及圍牆 本體庭院及圍牆 本體庭院的圍牆 是在保存範圍內嗎 對他希望庭院的教功 这个是名称 我想这不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它这个只是名称而已 它的保存方式是明定的 它就往下去 它这个只是名称而已 名称而已 就不加这个 不加这个 你是保存方式 因为我都很奇怪 我们每一个都 每一个固域都有什么 它是方便 方便太大的 每一个固域都有固域 每一个固域都有固域 但是每一个固域都在加这个固域 这个固域 这个固域 底下还有保存方 保存方便没去 市区 原来 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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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是好好管理 維護 那如果說 我是說那個委員長的對話 他本來是通案有認定在 好像是有這樣的通案的精神 應該比台大吃到 就在文字上 文件上不佳 但是我們在通案作業原則 應該要適合一個意思 那保存葬禍是不是 因為有的委員長也會一定要照你們要保留 如果他們需要委員長也要保留 我是覺得保存葬禍或許可以特別我們去 因為一般我們如果看 我們現在寫全共建築物體庭院 其實是那個庭院那個開放空間的位置形態 可是其實到圍牆這麼細的感覺 並沒有含瓜在裡面 我不知道 就是看 因為如果特點講了圍牆 那就表示是針對圍牆的構造或是形式 是台大希望連圍牆都要特別注意 蘇老實講對啦 因為本來在意的是那 特別是後面那兩間比較大間的那個烏冠屏的庭院 那個庭院當然非常特殊 那圍牆還好 大致上圍牆都是那個樣子 也可以再做一些修改件 所以才會這樣去登陸的 其實圍牆不用加進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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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圍牆已經在裡面啦 其實我比較延續那個康學老師講的 因為這一個的前文叫古蹟本體 就那個帶運軌的那個庭院而言 其實那個庭院其實沒有特殊的日式的做法 那我自己覺得其實這個房子有價值的還是在那棟房子 那剛剛薛老師提到的就是 關於庭院跟尾牆的部分 其實是在保護的範圍內 那本來就受到保護的那個標題 我們不會只有看那個古蹟本體 只去處理建築物而已 對 所以這邊的庭院 如果它有日式的非常漂亮的庭院 我建議可以搭進來 就跟台北冰管的那個庭院一樣 然後會相信這件事 但是這邊的標題並沒有這件事情 所以反而我們列了 其實是有問題的 我大概說這樣補充 來 要關你 所以不知道薛老師講話 像是一臂的庭院 臂的庭院也有傻的庭院 但是剛才有些故事要講 那個庭院還是有特色的 我是說那個後面那兩棟 五百屏那個 因為五百屏那個庭院 雖然它有一些日式的那個東西看不出來 可是它那個庭院的規模很大 那個倒是比較大 就是基地 對 基地的規模 還有他那個 有一些磁栽 很漂亮 很大顆的 還有一些竹林 它那裡面還有一些 但也沒有在整理 如果這樣的話 因為維持原來好的話 維持原來應該就是這個 一個中科大學 大家有個想法 不行 請問一下 我其實是指定理所 就是有什麼 我其實裡面的很多些企劃的一種 有一個他身邊的臺北高層效果 所以我看小時候 教育機長的預期期間 去組合方的關係 這個詞有的一些點 就是 因為我倒是沒有印象有 教育會到沒有 那樣說很見面的事情要出來 所以這個會有可能要去很想 那還有就是 朝鮮九號的指定理由 就是有特別講到 屋頂防水的做法 那事實上這個屋頂的防水做法 在屋頂是很不便的 所以其實很多關注做出這個做法 只是在 因為他中間可能經過改修 所以就沒有 可是或者有的時候其實還有 只是在修的時候 沒有出去這件事情就把它弄掉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 當然現在還保存是因為他還沒有修 但是他作為一個指定理由 好像就有一點不是那麼 那麼具有意義 所以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他們有別的意義 就是這兩個動作為什麼會規模這麼大 還有別的意義 然後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再想一下 因為我覺得指定理由對我來講 我覺得很重要 它是一個通告的東西 所以如果說我會去再確認他的資料 然後下一次會議的時候再確認 會議紀錄的時候再確認不知道怎麼會 然後黃委員的主要會議 對委員的部分 那今天我們先登陸身份 那理由 因為下次會選賭記錄的時候 我們再做一個補充確認 好 這樣的話 就這樣可以提到一個 法案的水 我們這個 裁判的莫法成分 再加進去 然後 身份也能通過 內容 再會議 好 其他委員會不會指定 沒有的話 我們應該是不是不照樣做過 大會報告 因為我們今天比預定時間早了 大概50分鐘 預定是11點20第五案 但第五案的陳情人跟提報這些 相關單元還沒有到位 可是我們要休息10分鐘 好 謝謝